彰化体育场分成户外田径场 以及室内体育馆 慈济中区金藏演绎 将在这个主场馆内举行 可容纳五千多人 因应不同场地 悬吊灯光可承受的载重也不尽相同 办过多场大型演唱会的厂商经验丰富 计算屋顶结构 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 决定在大萤幕后方搭设施工架 投入数十名工作人员日夜组装反复测试 因为都是观众席 所以我们的器材都是特定的尺寸 所以我们要来这边去定位 跟现场放样 慈济之工没闲着 将近两百人自备抹布 扫把与托把 把场馆内清得干干净净 垃圾随即分类带走 这个体育馆的后面 整个都是工作区 因为里面都有放他们的一些杂物 所以我们把它杂物清除以后 把所有的场地地板 通通把它打扫擦干净 以致也是通通把它打扫擦干净 任医会贴心进驻 不论志工或厂商 身心都照顾 这阵子大家的工作 出勤务的次数 又很多血压一定会偏高 就让丁宁他们说 多休息 水分一定要合够 真实记录美与善 有赖镜头后默默付出的英雄 现在身体还可以 我就想说多参与 多学习 然后看着每一个菩萨 他们都很认真 都想要把他们记录下 时间过了就不再重来 志工把握机会 留下珍贵历史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郑春金 黄宗宝 陈荣峰 李三字 彰化报道